最大的成果就是全球经济 全球南方的崛起 然后使得全球经济有一种再平衡 也就是说 就是全球经济跟以前不一样 全球南方都起来了 发展中国家都起来了 然后他们有希望 他们有信心了 他们有信心来开发他们自己的经济了 这些事情都是以前无法想象 这个是我们对世界经济造成的结构性的变化 但是就这两年从2022年开始 我们跟就是美欧日以外的市场 原来我们是美欧日 我们主要出口市场 现在我们跟美欧日以外的市场的总额 已经超过了跟美欧日的贸易 过去就是我说从90年代以后 那都是西欧国家整个的控制了中东欧国家 那现在当然他觉得这个东西是 就有点像全球美国对中国在一带一路的成功 他觉得这个是对他的影响力的破坏 那西欧国家认为你跟中东欧国家合作 是对西欧国家影响力的破坏 所以大家都看到就是你以民主自由的名义 干的都是整个摧毁整个当地的这种基础设施 当地人的生活当地的生产能力 然后最后呢你什么也没解决 主要是最后 最后你什么也解决不了 最后这个烂摊子都是中国在那收拾 中国把这些烂摊子很快都给你搞好了 然后给当地重新生活的希望 这个生产的希望 经济的恢复生活的恢复 这个是很明显的这种反差 所以这种反差会对这些国家有这么 人家会想一想这个事怎么回事 所以虽然他们在破坏 但是还是有越来越多的国家愿意参加这个事 这个事情我觉得现在看起来 听这个丁老师您这么解释一下 就是这个事情的前景是非常好的 而且这个事情呢不是从中国的角度去找机会 而是机会现在来找中国了 对对对 对对 这个事情 他们有问题找解决方法找中国 这个就是所谓的形式大好了 这个事情 对这就是一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很重要的内容 整体十年以来 它的变化是改变了整个设计经济的结构 使得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 愿意参与中国的这个倡议 而且这个他们的信心也越来越强了 这个呢就大大的改变了这个世界的 不仅是经济结构 也改变了世界的所谓地理版图 也很感谢您邀请我来 跟大家谈一谈这个事情的背景 因为确实对这个事情的认识 很多人还都缺乏认识 缺乏他对这个一带一路的意义的认识 对对对对对 我觉得这个的确 因为这个我不知道我这么说 可是不是有点拖大 我觉得这是即使在二十世纪 人类来讲这是最重要的一个发展 我不知道这个事情讲是不是有点拖大 但是我觉得是这样的 就一定是的 就是比如说我们再过几十年回来看 这个世界经济或者世界结构的变化 我们会想 哦当年一带一路怎么那么 有这么个天才的想法 怎么这个事情怎么样大的改变了世界 对 恭喜了丁老师 我这么请教你啊丁老师 如果说在这十年或者十一年以来啊 如果我想请教你说一带一路 他所达到的最大的成果是什么 最大的成果就是全球经济 全球难方的崛起 然后使得全球经济吧 有一种再平衡 也就是说就是全球经济跟以前不一样 以前的经济呢就是 你像G7 这个七国集团 当时九十年代的时候 还是全球大概百分之八十的经济 那现在G7只剩你百分之三十了 这个就完全你无法想象 这个差距有多大 这些事儿 就这十年的功绩很大 就给世界经济能做了很大 全球难方都起来了 发展中国家都起来 然后他们有希望 他们有信心了 他们有信心来开发他们自己的经济了 这些事情都是以前无法想象的 这个是我们对世界经济造成的结构性的变化 英语就是Sea Change 这很难建议有这么大的变化 你多少年从战后以来 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到二十一世纪以来 这个十年的变化简直是尤其是在这些国家是不得了的变化 所以这个才为什么他们要把这个说成是最大的地缘政治挑战 其实他觉得中国要比俄罗斯可怕多了 因为这个地缘政治挑战是全球性 然后改变了人们的这个mentality 改变了人们的观念 然后这个全球南方的观念出了这个变化以后 才产生了现在的变化 在这个情况之下 就您刚描述的这些事情 这个世界的变化 我们把它倒过来看 这些事情的变化 全球的变化 南方世界的崛起 这些事情对中国的意义又是什么 我们把它反过来看 对中国也是我们使得我们的这个投资多元化 使得中国经济在世界上的地位不一样 我可以想到的就是影响力 那是 因为就是最近开始出现了几个变化 是过去我刚才讲了 过去我们对美国市场 对欧洲市场的依赖非常大 但是就这两年从2022年开始 我们跟就是美欧日以外的市场 原来我们是美欧日我们主要出口市场 现在我们跟美欧日以外的市场的总额 已经超过了跟美欧日的贸易额 这是很大的变化 这就是一带一路再来的变化 如果没有一带一路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 我们跟这些经济体的贸易额已经超过了跟美欧日的贸易额 当然刚刚超过了 但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 未来随着这些经济体的膨胀 那么肯定中国跟这些经济体的这个国际贸易也会越来越大 当然这里面包括中国贸易 包括中国跟这个其他金融国家贸易都在里头 而这些贸易是因为我们跟这个新兴经济体的贸易 发展的比其他国家的贸易更快一点 因为利益更多 然后这个需求更多 所以它增长也更快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 那对中国来说是变得更安全 因为我多样化了 我不是那么依赖了 所以才使我 这个就是比如如果未来美国再次危机 或者欧洲再次危机 那我要应对这些危机的可能性就比上一次 比08年那次要好得多 因为我的这个市场要广泛得多 要复杂得多 我也知道这个变化很大 我也知道这个变化是很难想象的这么大 但是我听你讲了之后呢 丁老师我才知道这个变化 我用四个字来形容翻天覆地的变化 是这么大 对 您刚刚谈到了欧洲 我想趁着一个机会给你打听一下 因为你也是欧洲这个怎么讲 欧洲受教与欧洲深绕对不对 你有很大的欧洲的这个connection 您对欧洲最近几年的经历 以及这个未来几年的经济 您是如何看 尤其现在打成这个样子 您的看法是 我觉得这个其实欧洲现在很分化 因为过去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那个欧洲变 巨变什么东西 所以呢当时的东欧主要是靠西欧嘛 但是从2010年以后 也就是后来特别是中国提出了一带一路以后 中国在中东欧国家的投资和发展也很快 所以这样呢 其实也引起了一些中欧关系的矛盾 原来我们中国关系讲的最多的 主要是中国和西欧的关系 中国跟西欧的关系是从这个上世纪70年代开始了 尼克宗访华之前是中法关系 然后尼克宗访华以后全面的西欧国家都跟中国的发展关系 然后那个时候的合作非常非常多 但是那个就是一带一路以来 主要是中国跟中东欧国家的合作 投资啊贸易啊都显著增长 然后这时候西欧国家就不高兴了 西欧国家认为中国的一带一路是一个分裂他们的战略 我们说其实我们想帮你们 让你们的发展更平衡一点 因为否则的话 那个中东欧这个跟你们西欧的发展水平差那么多 这个东西不好 我们愿意让中东欧发展的更快一点 然后让你更加平衡一点 他们不这么认为 他们认为这个我们去破坏他们 所以 你觉得是什么原因 你觉得是妒忌心呢还是什么回事呢 光是一般的妒忌啊 因为这个确实 因为你跟他们的来往多了以后 联系多了以后 你对他的影响你自然会增长吗 过去就是我说从90年代以后 那都是西欧国家整个的控制了 中东欧国家 了解 那现在当然他觉得这个东西是 就有点像全球 美国对中国在一带一路的成功 他觉得这个是对他的影响力的破坏 那西欧国家认为你跟中东欧国家合作 是对西欧国家影响力的破坏 所以他也这个就每次跟我们这个中东欧的中欧之间的对话的时候 他总要提出这个问题 他觉得这个是把他强调 他说你是把他强调 这个实际上是一个正常的市场竞争 其实中国进入中东欧最快的时候恰恰是这个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之后 欧洲主权债务之后 2010年以后 他大量的从中东欧国家抽回资本 这个时候中东欧国家当时就处于失血状态 他完全处于失血状态 因为他们的经济过去主要是靠西欧国家的这些资源 那这个时候他们来找中国 然后中国去帮助他们 这是雪中送团 这个一点不夸张 确确实是我们对中东欧国家的帮助是雪中送团 就是他们一塌糊涂的时候我们去帮助他们 稳住了他们的经济 后来他们经济恢复起来 发展起来 当然他跟中国的关系就比较好了 所以然后我们帮助他搞基础实施投资 恢复他的这个重工业 这些事情都是这个使得现在中东国家跟中国的这个合作 要超过了原来跟西欧国家的合作 这个时候呢 但是在这个欧盟里头 当然还是话语权还主要是西欧国家 所以这些西欧国家开始这个质疑中国的 是你是不是故意的要分裂 所以这个事就搞得很麻烦 所以这个中国和欧洲的对话呢 也变得现在 尤其是随着乌克兰战争 这个中国和欧洲对话变得越来越紧张 嗯 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有关于意大利 曾经参加过意大利路 我希望来又退出意大利路 这个事情有什么有什么故事可以跟我们讲讲 那这个其实很简单 就是说 意大利参与一带一路的时候 内届政府已经下台了 所以他换了政府的时候 你想他们那个这种制度 只要换了政府 那就everything but 就就变成这样 就像当年那个那个克林顿 下台以后 布什上台 布图也做了一个everything but 克林顿 然后他这个也是 这样是意大利是你前政府跟中国干的 前政府搞这个事 那我上台一定就不干了嘛 所以他也有这个 这个区别于前政府的意思 那还有一个呢 就是意大利觉得他参与了 意大利路他没有 搞到多少好处 他有点这个这个这个问题 其实这个问题确确实实是是一个 中国现在很愿意 跟跟这些西方国家 包括西欧啊 美国也很愿意干 但是呢 其实成效不太大 就是我们跟美国 我们的欧洲国家经常签的协议里面有 我们增强在第三方的合作 这是什么意思 增强在第三方的意思就是说 比如说我们和欧洲和德国和法国 可以共同开发一个什么项目 但是实际上这个项目真正能够落实的不多 不是因为中国或者欧洲国家 没有这样共同的愿望 而是第三方接受国家 其实他对这个这种合作 他是表示怀疑的 他是表示怀疑的 因为他是接受方 而且他经常我就有 比如说以非洲为例吧 因为过去很多我们去的这些国家 是过去法国的殖民地 然后你说我们中法合作来 共同在你这个地方来开发一些生命 那非洲人就会想 你什么意思啊 你们两个人 法国人老说 你中国是新殖民主义者 你这是新老殖民主义者 他不愿意 所以说我这么解读啊 其实这是一个很容易理解的所谓弱者的心态 当年的中国 当年的中国不是要在西方列强中间去游回 因为想找到自己一点一点更好的出路吗 一样现在这些非洲国家 什么拉米国家 他不愿意你们这种强者一块联手来干这个事 他就没有什么他家还家的余地嘛 否则的话他可以跟你中国谈判 拿欧洲来押中国 然后跟欧洲人谈判 拿中国来押欧洲 是吧 这是很容易理解的这种心态 所以实际上就是这个 我们很愿意跟这些西方国家来展开第三方的合作 但是成功的案例非常少 好像在西非洲西部只有一个案例 一个什么我忘了哪个国家的港口 是中国法国一起开发的 还比较成功现在 装起来 他们的政治家不太接受这种做法 我这样子理解啊 邓老师你看对不对 找一个西方的第三方来参入这个事情 反而坏事儿 因为这个事情呢 就是受益的这一方 不见得对中方不信任 而是对西方这个国家不信任 对对 这也是我有一次在刚果军 跟一个刚果军的前议长 前议会的议长跟他聊天的时候 我就说这个事儿 我说是不是现在法国人愿意跟我们一块合作来开发这个非洲什么 他说千万别让他们来 他们是前殖民主义者 他们从来没在非洲干好事 他说跟他们跟你们不一样 他说他们从来没在非洲干好事 所以他是怀疑法国人是有过心的干这些事儿 所以这个事儿是很难做成的 在这个情况下 我也问一个很无知的问题啊 就在这种情况下 为什么中国还必须要拉着法国进来呢 没有没有必须 我们是觉得既然他们老对我们有怀疑嘛 既然西方国家老对中国说一带一路是最大的地缘政治挑战 我们说我们这个就是为了帮助世界经济恢复 能够让这些这个发展中国家得到应有的发展资金和能力 然后能够发展起来 因为你们已经不给他们提供这个了 我们现在有能力了 我们就给他们提供这些东西嘛 所以我们的想法不是替代他们 而是说我们觉得是要弥补这个空白 结果他们把这个事儿当做了一个最大的地缘政治挑战 有这些事情 所以这个我们想奥姆 那我们一起来做 让你放心 结果发现这个事儿很难做 基本上做不起来 但是其实有一些西方公司本身是受益者 比如说建筑机械的一些公司 美国的卡特比勒 我就知道我跟卡特比勒的老总谈了 卡特比勒的老总就收益于一代一路 因为中国会购买一些卡特比勒的这个建筑机械设备 在一代一路的工程上用的 对他的出口是一个帮助 还有一些比如花旗银行 美国的花旗银行也参与了一些项目的融资 那你参与项目融资 最后你就有利润收成了 对对 所以这些从商业上讲 有一些公司是受益于这个 但是这个事儿就是玩政治 在正常就是说像美国也是 美国有时候一些公共政策受到好处的人 他不会站出来 就没有受到好处的人 他会站出来拼命的抗议 他会去叫 但是真正受益的那些企业 一般他就选择沉默 然后这个在这个问题 一代一路上那些受益于中国工程的那些西方公司 他不会积极的站出来说 其实这个东西对我们有好处 他不会这么说的 所以你在舆论中也听不到他们的声音 如果我这么请教你啊 丁老师 如果说这个在过去10年或者11年的 一代一路的这个整个的过程中 您所面临的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这个问题有两方面 一个就是过去 我可以跟你说这个 你讲 实际上这个挑战有两方面 一方面呢 是来自于这个西方国家的这种人为的障碍 因为他觉得这个这个事是他一个大的地缘政治事 所以呢 他会通过各样的人 可以把它解释成意识形态上的障碍吗 不是 不是 是故意的 因为比如说这个他可以强 因为比如说债务陷阱 就以这个简单的例子为例 债务陷阱就是很多时候西方国家 因为西方国家是他们最大的债主 是这些大部分的债主 他可以以还债或者哪有问题来强迫你 比如你必须放弃跟中国合作 否则的话你这个债务到期了 我就不让你什么的 不让你展期了 这样的事就也是很明显的这样的事 因为千万别低估西方国家对这些前殖民地国家的影响 有很多控制能力 比如说 法属非洲 法属非洲国家 现在西方国家在闹 尤其是一代一代以后 他们在闹 因为过去 这些国家的外汇 不在他们自己手中 因为他们使用比如非洲法郎 因为非洲法郎是跟这个 原来是跟法国法郎挂钩的 所以法国要控制他们的中央银行的一些权利 比如说外汇管理权 后来因为法国法郎跟这个欧元合并了 所以现在就变成了这个欧洲来控制了 但是仍然是由别人控制 来看看